Hello 大家好 看到我兩隻狗都知道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做小狗的零食 今次我們會做多春魚肝 當然今次的材料就是多春魚 前陣子在超級市場見到減價 二十多元有兩隻很便宜 所以馬上買了四隻回來 先剪開焦子 拿多春魚出來放在碗裡 然後開水喉 把它略略沖洗一下 一來就是洗走表面的髒東西 二來就是洗一洗 讓它沒那麼鹹 那麼多春魚的旗和刺 就沒有那麼膩和尖 你可以用手撥一撥 但是如果梳裸魚的話就不要了 洗乾淨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廚房紙或一部 印乾水分 不要那麼大力壓爆多春魚 要不然魚春就會飛出來 現在我們就可以在魚圖的位置 切兩至三刀 一來這樣會比較容易風乾 二來魚皮收縮的時候 不會那麼容易爆 魚春不會那麼容易走出來 做好之後就可以把多春魚放上風乾肌 然後就在那裡了 今次我做了多一盤比較特別的 就是把雞樓拋在多春魚上面 但出來的效果就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好 因為雞樓其實很快就會乾 但多春魚需要很長時間才會乾 所以其實到多春魚都乾的時候 雞樓已經乾得好像柴皮一樣 但怎樣也好 其實我的狗也是很喜歡吃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看我做雞樓乾的影片 就可以按右上角的連結 現在因為我們要把雞樓拋在多春魚上面 所以把雞樓打直切成雞樓絲 然後拋在多春魚上面就可以了 如果這條雞樓絲比較短的話 是有機會要用兩至三條的雞樓絲 我們現在可以把多春魚放上風乾的地方 現在可以把多春魚放上風乾的地方 在網絲上面就看到 原來風乾魚的時候 可以放幾片檸檬下去一起乾 這樣風乾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容易發出魚腥的味道 但因為我家裡 放一些檸檬的頭頭尾味 所以它的出動就好像不太大了 不過只要大家一邊風乾的時候 開著炒氣線就會沒那麼大味道 我們現在先用70度封乾八個小時看看 現在過了三個小時 一起看看魚是甚麼狀況 雞樓可以不用理它 因為很快乾的 那魚現在看到 那些皮皮開始有少少乾了 但在那裡還看到 它裡面有很多油 你找一隻手 輕輕按一按它 那些油還可以飆出來 因為當春魚的油份是很高的 所以你碰一碰它 連隻手都會看到有少少油的 魚肚子的位置 魚肚子的位置是非常多油的 所以我們要在這個位置 割幾度讓它快點乾了 現在過了五個小時 我們明顯地看到 那條魚的表面 就有點皺皮了 那就是說 魚就開始乾了 魚肚子的位置 按下去 也開始有少少硬硬的 那現在呢 就是十二個小時之後了 那其實呢 都風乾得七七八八 都風乾得七七八八 但是還是差一點點 所以呢 都再風乾多一會 前前後後大概風乾了十六至十八個小時左右 就終於完成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風乾了之後 那條魚是變得很乾 還有很硬的 樣子就好像 在外面海味抱買的魚乾仔 就是這樣 那因為這幾天的濕度 都有七十幾八十幾 都挺高的 所以呢 需要風乾的時間 都會相對地長一點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那我們就近一點 看清楚一點 那整條魚風乾完之後呢 都應該是乾 還有硬的 而肚子按下去的位置呢 也是硬的 那你這條魚呢 要風乾到這個狀況呢 現在才叫做完整啊 那現在呢 就到最重要的 試食時間了 那我們看一下 哥哥有些什麼反應 那哥哥呢 他是比較咀嚼的 他不喜歡吃的 那些呢 就真的不吃的了 好啦 接著就到小孩了 小孩呢 就比較隨便的 什麼都吃的 你看他沒吃 已經舔定你了 那我今次的分享呢 就到這裡 好先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啦 那大家記住 你要hi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這個channel啦 我們下次再見